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有很多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膝盖疼痛 或者是腰酸腿疼的问题 那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平时的时候少做三件事 缓解腿部疼痛 一,经常穿紧绷的裤子 这样的裤子会导致我们腿部的血液循环变慢 进而出现腿部疼痛的现象 所以大家在平时的时候最好穿宽松的裤子 二,当腿部出现疼痛现象时 就不要经常的走路或者散步了 只有腿部得到相应的放松呢 这样才能让腿部不再那么疼了 三,经常锻炼腿部肌肉 如果你经常的出现腿部疼痛的现象呢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去按摩 或者是拉伸腿部肌肉 这样就可以起到锻炼和运动的作用了 可以进一步的缓解腿部疼痛 如果大家经常出现腿部疼痛的话 那么就要认真的做到这三件事情 大家好,现在的宝宝都会从很小开始戴上纸尿裤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宝宝超过一定年纪之后 就要马上停用纸尿裤了 宝妈都该知道 那如果是在宝宝一岁半之前呢 那大家就可以放心的给孩子使用纸尿裤了 不但省心 而且呀,孩子还可以随心所欲的大小便 这样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睡觉了 但是啊,等到孩子两岁开始呢 大家就可以尝试给宝宝去掉纸尿裤 教孩子使用便盆 但是在晚上的时候 大家还是可以给孩子使用纸尿裤的 这样随着孩子控制能力的加强呢 就可以去掉纸尿裤了 但是当孩子超过三岁以后啊 最好是立刻停用纸尿裤 家长需要培养孩子排尿排便的好习惯 因为过了这个年纪 还使用纸尿裤的话 就会影响到孩子的生育能力了 有很多人都说呀 秋葵对身体好 不但能够降血压还能减肥呢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秋葵到底有什么用 秋葵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矿物质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不但能够增强人体体质 而且还能预防身体衰老 但是啊我们身边的蔬菜 类似于辣椒 胡萝卜 大白菜等 这一类的蔬菜 其中的营养成分 都是和秋葵相差无几的 所以说对比起来呢 并没有任何的突出优点可言 有人又说啦 秋葵可以降糖啊 秋葵中起到控制血糖的成分呢 就是其中的纤维素木脂素和果胶 以及多糖 但是呢大部分的蔬菜都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说秋葵并没有我们传说中的那么有营养那么厉害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也不用刻意的使用啦 有人经常会出现失眠多梦的问题 那么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晚上的时候做到三不要 远离失眠离长寿更进一步 一不吃胀气的食物 比如说豆类洋葱玉米等 这类的食物呢会产生很多的气体 从而出现胀腹感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睡眠 二不要喝咖啡 也不要吃含有咖啡因的食物 因为这一类的食物啊会刺激到我们的神经系统 而且还具有利尿的作用 如果你晚上吃了这一类的食物呢 那么就会导致神经兴奋 从而出现失眠的现象啦 三晚上不要喝酒 有很多人呢说晚上喝酒可以促进睡眠 但是晚上喝酒会让我们的睡眠状态一直处在浅眠期 就会导致第二天醒来非常疲倦 所以说大家在晚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远离这三种食物 很多人啊都有过关节疼痛的问题吧 这样的疼痛呢真的是让人难以忍受 那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平时的时候三件事情要牢记 保护关节健康远离疼痛 一不要在短期内减重过快 减肥呢图的就是一个循序渐进 如果减重过快啊就会使身体中的细胞崩解 产生大量的尿酸诱发痛风等症状的出现 使得关节疼痛 二不要大量的喝酒 酒精进入身体之后呢就会产生大量的尿酸 造成身体的不适 还有可能会导致尿酸在我们的关节处结晶 使得关节疼痛 三适量的补钙 可以保护到我们的关节 但是啊也要以食部为主 可以多吃一些奶制品或者是豆制品 这样就能够缓解我们的关节疼痛问题了 那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就要紧记这三点了 尤其啊是40岁以后的朋友就更要做到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